因為我是35天 我就被抱到這個家來了 我的親生母親 她真的是因為生了太多 我養不起 所以是我媽媽 把我抱回來的 那抱回家 當然第一天 我爸爸會嚇一跳 就說 這不是小貓小狗 你怎麼隨便就抱一個回來 對 你怎麼隨便就抱一個baby回來 那我媽說我不管 我喜歡 爸媽把馬慧珍 當成親生女兒看待 統在手心客戶者 也沒有告訴她 真正的身世 直到23歲這一年 那接到電話 是我親生的二姐打給我的 然後她就跟我講 她就說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其實你不信嘛 你還有另外一個家 但當時拍戲太累 馬慧珍並沒有把這些話 放在心裡 直到她看見爸爸 急奔回家找女兒的身影 她才驚覺事情大了 那我就拍拍我爸爸 我就說爸你放心 只要你在了一天 我絕對不會回到那個家 可是還是有偷偷回去 馬慧珍在戲裡結婚身子 但戲外卻很晚熟 戀愛經驗更是寥寥可數 26歲那年 她湊熱鬧陪朋友去相親 卻意外變主角 這個我想就是緣分吧 所以她也就很大膽的 就趕就趕來追我 她很用心 她對我爸爸很勤快 所以打動我爸爸 所以我爸爸也覺得說 28了耶 小姐你也沒有別人追 就這個還不錯了 就嫁了吧 聽爸爸的話 馬慧珍點頭答應嫁了 之後她告別荧光木 甜蜜做個家庭主婦 一年後生下寶貝女兒白白 但婚後的生活才是考驗 婚前我還是不夠了解 然後婚後你住在一起 你就開始要開始謀和 等到你謀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 原來我們兩個的個性 是南遠北側 馬慧珍腳踏實地 省慎保守 但老公卻理想滿滿 只想當老闆 結果前坑這個洞越來越大 感覺再降下去 其實是兩個人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提議的 我不幹 我不做 所以是我提議說我要離婚的 忍痛斬斷十年的婚姻 女兒跟馬慧珍一起生活 離婚後為了養家 她付出拍戲 眼看女兒漸漸長大 科業壓力越來越重 百般考量下 她做了這個決定 我就問 就是我已經離婚的小顧 我就說你們可不可以幫我 收留這個孩子 就是生活費我照付 但是可不可以讓這個孩子 到美國去念書 美國的小顧 Action 這是媒體的小顧 那是很好